我們護衛員其實很喜歡團購買藥 尤其是那種就是 血藥 真的嗎 對 我們常常會血藥 因為我們生活做的其實不正常 所以其實很多護衛員 常常會有便秘的狀況 是要治療便秘的狀況 對 是 因為 也會受 對 因為你不可能 因為便秘問題 然後常常去找醫師 醫師會覺得說你這樣小病 你不需要常常看 所以我們常常會買那個便秘藥 然後之後像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因為長期有便秘的狀況 所以他試一下 其實常常會就是自己 刺激一下 他覺得沒有刺激一下 他不解 他不舒服 自己灌 對 自己灌 就是那種小的晚餐那種 所以他就自己灌 他就覺得要 每次就是要刺激一下 解很多便他才會很開心 所以後來就是他就常常自己 人家是西施晚餐 他是西施晚餐 對 然後後來剛開始 就是這樣灌的時候 其實長期都會有解 就是解便的狀況 可是後來到最後就是 常灌就沒有效了 你腸乳洞還是不會變狂 那也會久而久之會疲倦 疲乏 會疲乏 然後後來我那個同事 他就因為已經沒有效了 他就直接再加一顆蟹藥 就是灌在家吃 就是蟹藥這樣子 越用越重 對 越用越重 然後結果後來還是都不解 結果後來醫生就直接去腸胃科 給胃腸科醫師看 意思就是說你可能常常去 給胃腸科醫師 他還是開藥給你吃 對 可是他就說 可是他是因為常常 因為灌腸跟吃蟹藥導致 因為他腸乳洞反而變得更慢 都沒有乳洞 就便秘這樣子 就是不要用 就是你靠藥物質越靠越重 這個就回歸到何宜文講的 其實要去練瑜伽 對 對 就是把身心調整好 你運動要 讓他自然的乳洞 因為沒有別的方法 你再看醫師更嚴重 他還是開更重的藥給他 所以你運動的時候 腸胃乳洞也會比較正常 對 有嗎 有嗎 瑜伽有便秘 截變 沒有 我剛剛做瑜伽 所以排泄超好的 如果你是比如說 腸胃乳洞不好的話 其實你做一些簡單的扭轉 你就可以馬上做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在放屁 我們都是以讓學生放屁為榮的 因為他馬上上 他在上你的課 你馬上進到一排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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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你就會覺得你教得很好 你看他馬上就排氣 說完痴大便 這樣不是很好 所以你以前有便秘的問題 但因為我是比較容易拉肚子 所以我沒有便秘問題 所以可是你自從做了瑜伽 有改善這點 有改善 我覺得身心方面 有哪個動作可以 我覺得你是要去看成癮科的 不要學妹子 你就是學瑜伽 你就是一個樂見 對啊 瑜伽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你看聽那麼多 其實他吃靠晚常藥 吃蟹藥 久而久之你還是會越來越嚴重 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人生不是完了嗎 真的 我不是幫他們 因為做瑜伽做運動 會改變這個方法 而且你要多喝水 其實你腸道要多喝水 喝水都不夠 他是護理師 他絕對知道 只是因為他們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所以我們常常想說 我們會做這些 就是錯誤的一些行為 那他們在醫院裡頭 每天接觸還是會有 一樣 營養師也會去吃 醫生喝酒的也很多 也是對不對 他們都很勇敢的 站在這邊說他們錯 醫生其實胃痛的也還蠻多的 我覺得我認識還蠻多的同事 其實都有胃痛的問題 那我個人本身就是有一次 在過年的時候除夕 那大家除夕都會圍爐吃年夜飯 就吃了一些火鍋之類的 然後後來打麻將 媽媽又煎了年糕 我又吃了年糕 然後麻將打完之後回到家發現 嗯 有一嘖嘖 可是身上又沒有帶胃藥 因為胃藥放在自己的那個家裡 然後那個就是南部家裡沒有 於是我媽就拿出一罐胃散 她就說那你既然有一嘖嘖 你就吃個胃散好了 我就好 那我就吃了一個胃散 吃下去之後就覺得 不對 我也開始痛 我就覺得很奇怪 越來越痛 跑去廁所吐了一番 然後吐完以後我想說 那我再去吃一吃好了 那時候我的胃是空的 應該吸收會更好吧 那我吃了第二尺之後 就突然馬上立刻吃下去沒多久 就覺得開始 胃絲軟 胃腳痛 然後就在沒過幾分鐘 跑去廁所吐了一堆酸水出來 因為其實剛剛都把吃的東西吐完了 然後再過吐完酸水之後 就馬上開始就是拉肚子 那我才想到說 我有可能是那個腸胃炎 那我就有想到說 其實腸胃炎的時候 其實不應該要吃胃絲軟 因為其實胃絲軟 本身對胃是刺激的 那會讓腸胃炎更加嚴重 腸胃炎不吃胃 腸胃炎不是吃胃藥嗎 不是 腸胃炎的話你要消炎 因為他正在發炎的狀態 腸胃炎因為就是不要吃東西 他就要休息 是 我就覺得 一吃馬上就要跑的感覺 那就是讓他先把髒的東西 全部排出 那排到什麼時候 不知道 就是差不多 可能要兩 三天 我是難等的等到兩 三天 小時候都常常給 媽媽會給吃那個蒸鹿丸 如果是拉肚子 那有效嗎 蒸鹿丸在哪裡 有啦 有有效嗎 臭油丸 對 臭油丸 對 好臭 反正小時候胃痛 媽媽就是給你吃胃膳 拉肚子就是吃臭藥丸 就是這樣 自己當醫師了 首先要做第一個解答 胃腸藥加牛奶 其實會小心鋁中毒 進而老人吃在這 所以現在感覺就是笨 你要小心 其實很多的胃藥 其實都含有一些 氫氧化鋁的一些成分 然後你又搭配牛奶 其實嚴重會造成 我們說的這個叫牛奶 鹼性中毒 會產生代謝性鹼中毒 會首先會有頭痛 呼吸急促 然後再來就高血鈣 然後鋁層肌等等 然後最後會造成腎功能不全 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所以這個需要好好的注意 另外還有講到是說 像是常常用灌腸的 這些方法的話 其實我有學員就是這樣 他會造成整個 每天都要灌腸 再吃什麼蟹藥都大不出來 灌腸也灌不出來的時候 最後去醫院 外科就跟他說 你要做大腸切除術 因為整個擴躍劑 都已經沒有力了 整個都要全部切除 所以其實還是要從飲食 瑜伽 然後關照你的覺察力 身心合一 這樣才是有可能 因為光吃什麼是沒有效 還是要搭配運動 飲食這些等等 是 這個沒錯 這個是我們一直呼籲大家 就靠要自然的運動 生活的規律 不然你靠藥物 藥物是有效 可藥物你會對它依賴 依賴就越來越嚴重 就最後產生 你看 要做切除手術了 最後我們請郭醫師 腎臟科科醫師 跟我們補充一些 致酸劑的部分是這樣子 其實說真的 我是內科醫生 不是只有看腎臟病 很多內科疾病也都在看 常常很多病人 最後都說 你這樣幫我加一點胃藥好不好 我通常會評估一下 除非它的胃特別的不好 否則一般我是不會特別加 因為有時候你給它吃了 像這樣胃藥的東西進去之後 有時候它等於在保 雖然說對胃有個保護膜 可是你會讓那個藥物的吸收 原來引藥治療的藥物的吸收 例如說某些抗生素 剛才其實沒有講到 其實像吃完梅素 那個東西它就打折扣了 事實上我個人會這麼覺得 真的沒有必要 我覺得我就不會讓病人吃 然後就像剛才講的 你又配什麼牛奶 又一大堆什麼 又吃了鈣片 何天 可能吃了之後 可能真的就病人就高血鈣 本來沒有這個問題 又多了一個問題跑出來 其實能盡量不要依賴藥物 就不要依賴藥物 除非你是像什麼 你病菌感染 那非得要吃藥 對 可是有的東西是可以自己 比如說便秘的 失眠的 這就可以靠自己努力 生活改善的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拔辣 拔辣又稱為是番石瘤 它是水果裡面算是熱量比較低 而且又含有高維生素C的水果 而且裡面還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都可以幫你做好一個腸道蠕動 而且還可以幫你養顏美容 所以會建議大家多多吃 今天就來教大家 到底應該如何挑選一個好 好的芭樂呢 首先你可以大概是 墊墊這個芭樂的重量 大概是要有一點重量 裡面才會有水分 大概是中型的 中型的大小 另外還是會建議可以選擇 是比較清濾 有一點表皮 有一點硬的部分 這樣子因為比較硬的部分 你會比較有口感 而且避免有重鑄的部分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 好好的挑選這個芭樂